前方時間叫車猛踩油門 在新北吐城鬧區一路狂飆 死命逃 警方同胞攔截尾部 終於在新店召逗他們 立刻方向盤一大 90度轉彎 把車猛插進叫車前方 當街攔人 持牆團團包圍 原來這部車不久前 竟在新北吐城 當街狂開三槍 在他們身上看了嗎 有 這一掃不得了 車內搜出了一槍兩短 一共三把槍 這個東西就是在 一個人只可以進去 因為在車上 用槍自重 鬧去當街開槍夢轟 槍聲大作 莊美式逃逸 以為神不知歸不覺嗎 好巧不巧 當時一名休假員警 上完健身房 聽到槍聲 立刻調閱監視器 通報跨匣微步 貨速逮到人 發現原來是 劉姓主賢跟夜姓男子 有買車債務糾紛 狹路相逢 一言不合 就開槍 平常我們會使用到槍支 所以聽到聲音的時候 會當下立即的去做反應 是便衣 身上沒有任何的配備 所以我其實是 從側面去觀察 他們的所作所為 劉姓主賢與張姓童貨 都有毒品前科 這下小禎開槍 再被一槍砲擊 殺人未遂罪 依送法辦 記者黎晴 黃昱蘭 新聞報導